备戰經典賽中華隊投手教練 王健民前一天在雲林帶球員訓練 對捲入婚姻官司審數低調沒發言 不過事隔一天 你還會想到我嗎 肖醫師說當然會 你不會吧 王健民也是會啊 王健民送肖玉 肖為什麼沒帶 他說你不是叫我不要帶 會被發現很奇怪 看待醫美診所女醫師的丈夫 王姓醫師 現身受訪秀外截圖 在控王健民與妻子有暧昧關係 他就是被捲入風波的事件女主角 台南醫美女醫師 臉書上有多張和王健民的合照 女醫師丈夫王姓醫師指控 兩人互傳暧昧訊息多次相約出遊 互動不尋常 因此他在2021年提告 而王健民自親和女方沒暧昧互動 而台南定月審理 認為無從認定兩人有男女間的情愫 判王健民不用賠償千萬 女醫師也在臉書PO文 經法院調查審視他們逾越奮祭已經有攻斷 而三本資料並非他與第三人的對話全貌 是被斷章取義再加以扭曲解讀的 沒想到對方會狹怨報復到這樣的程度 而這起風波目前王健民勝訴免賠 不過王姓醫師強調手上有新事證會再上訴 而女醫師也表示會對丈夫王姓醫師提起刑事告訴 這一場婚姻法律戰還有延長賽 華視新聞劉岸生 孫維娟 簡玉玲台南報導 嗨 我是盈彤 記得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喔 站起來